好 另外来看到这段影片最近也在网络上传开了 是高手某大学的一名阳性男大生 人坐在副驾驶座竟然在开车 在画面上拍下 他用左脚横跨中间的排档 踩油门还有刹车 连方向盘也只有用单手来控制 那么当时路上其实还有其他车辆 危险情境让其他人看了直摇头 网友现在也大酸 这难道是比特斯拉还猛的自动驾驶吗 男大生单手握着方向盘 虽然脚有踩住油门 但是他的屁股竟然不在驾驶座上 只见他就这样坐在副驾 左脚横跨中间的排档 单手单脚操控车子开上路 男大生大秀特技 开在高雄大社区中山路上 透过挡风玻璃 可以看到路上车子来来往往 虽然开的速度并不快 但危险驾驶还是让人捏把冷汗 非常的危险 三宝的感觉 不小心冲出来的人其实很多 就是路上的人也危险 他自己其实本身也危险 坐在后座的朋友 拿出手机录影发现实动态 说涡线系安全带 原来TIDA也有自动驾驶 没有出手阻止 两人还疑似直接上了高速公路 同校同学看不下去公布影片 直呼以为开特斯拉睡觉已经很猛 现在居然有车子 连驾驶座都不用坐人就可以上路 这基本上就已经以法规不合了 你没有坐在驾驶座上 有的特斯拉驾驶会很夸张 在驾驶上睡觉 有状况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及时反应 但像刚刚这样的行为我认为非常不可取 有网友看了影片留言 直接检举 什么时候要办公计 没想到南大生竟发文回呛 好啦就是我 谁说开车一定要在座位上 完全没在反省 危险驾车 以触犯 道路加工管理处罚条例 在道路上舍行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 最高可以处新台币 两万四千元以下的罚款 警方表示危险驾驶 肇事者除了罚还 还会被吊扣执照六个月 好在这回南大生完命上路 没影响到其他人 否则出了意外后悔也来不及 记者全家具演高雄长报道